各位同学好,我们来看范例一 这一题就是在让我们练习一下薄透镜的成像公式 第一题是凸透镜 它把一个物体是距离透镜30公分处 物体高是10公分 凸透镜的焦距是20公分 它要求成像位置,向长和成像性质 那这就是我们的薄透镜的成像公式 P是物距,物体到静止的距离 Q是向距,物体到,向到静止的距离 F是静止的焦距 那当这个Q算出来是正的,代表它是实向 那Q算出来是负的,代表它是虚向 那在算凸透镜的成像的时候 F会是正的 算凸透镜的成像的时候 F会是负的 好,然后还有一个叫放大率 放大率叫M M它是用向的高去除上物的高 向的高,比上向的高跟物的高的比值 那它可以对应到负Q除以P 因为如果是H向如果是正立的时候 Q是小于0 因为虚向才正立 向如果是导立的时候 HI如果是导立 那Q会大于0 那我们如果把HI导立的时候看成小于0的话 那就可以把H前面的负就可以跟这个负消掉 好,所以才会这样定义 好,那我们就直接带公司进来 第一题就是把P带30 把F带20 那这里经过通分 我们不一定要直接通分 我们可以直接乘最小公倍数 这样是一种经验 这样算通常比较快 所以我们知道30、20的最小公倍数是60 我们就等号的左右都同乘以60 所以最后变成是2加上Q分之60等于3 所以Q就会等于60 所以它的向是在60公分处 然后Q是大于0 所以它是10向 那10向在凸透镜成向都是导立 所以就是导立10向 那它的放大率呢 就是60除上30 就是2 那如果考虑这个负号 代表它是导立的 放大两倍 那还要求说它的向高 那它原来的高 物体高是10公分 然后放大两倍 所以是向长是20 就是这样算 那第二小题是 把第一体的凸透镜改为凹透镜 那凹透镜是F小于0 所以我们刚刚的公式都一样 只是差别在 差别在20要换成-20 这样 那一样同乘以60的话 变成2加Q分之60等于-3 那Q就会算算是12 那重复一次就是 放大率就是负的 那负12除以30 所以结果放大率是 5分之2 0.4 然后H是正的 H是正的 因为这个10 然后这边是5分之2 所以H就是10乘上5分之2 就是4 那这个4是正的 所以它是正力虚向 那原本是10变成4 它缩小0.4倍 所以这题就单纯是让我们练习共识 谢谢